在今天县议会定期会议程中 县议员里周中关心少子化的问题 在物价通膨的大环境下 薪水低 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增加 使得年轻人更加不敢生孝孩 呼吁别让就业级收入成为生育的障碍 希望县福能够辅导年轻人就业 提高收入为首要 够辅导年轻人 现在少子我如果很恐怖 发生的好遗症也很多很多 他们不敢够辅导年轻人 就是怕家买不去 就业机会就困难 贪钱贪母 不敢妻子不敢买家 所以我本时是比较着重 我们辅导 辅导 年轻人就业的机会 这是一个比较能够治标的大问题 先元先民谋则是 其免政府各相关单位能够谨言慎心 避免一些不移公开讨论的话题 或是厂商明智 以免造成民众的感感不佳 或是造成民众误解的疑虑 要跟各位主管共同勉励 我们要避免有敏感的话题 让民众去误解 比方说蔡英文掀开他的手臂打高端 有先误导民众 这个袒护这个高端的疑虑 那么我们在打护的同时 像刚刚林医院问到物色的问题 我们公安处长就讲到一个敏感的问题 那个公司的名号不应该讲出来 我希望各位单位的主管特别注意 期盼宪议员的各项建言 宪府各相关单位都能够尽快地检讨与执行 以提升乡亲的生活品质及幸福感 记者洪一轮南投宪议会采访报道